现在越南的芽庄市正在海边漫步 这儿也是一个拍照打卡地 叫留香塔 看一下周围的高楼 现在一座比一座高 想要住上这种海景房 至少要270块人民币 周围全都是酒店的餐馆 很多的欧洲人特别喜欢这个海滩 他们都下海去冲浪 在这周围有很多的小岛 比如说牙庄的珍珠岛 昨天我就已经登上去了 现在是中午时间 看到海上还有一艘巨型的国际游轮 我正打算在海边吃个饭 竟然发现在大楼的后面 有一家兰州拉面馆 跟我去看看 一会儿我也找一个好位置 坐下来喝杯咖啡奶茶 按照地图的位置导航来到了这里 发现这边的面馆地址改了 还有一家 这旁边竟然看到了一家老成都的川菜馆 面馆的位置 据我这里四公里打了一辆罗地过去 我说OK就听到这边就行 大树底下 一共是四公里 给小哥 四万 不用找了 不用找了 下车之后发现这里又是另一处海滩 周围的海景房 超市沙滩比尼尼餐馆 一腰俱全 好多的椰子树 很多的欧洲人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休息 冲浪 这边的海滩有很多的水草 香蕉船 在我斜对面 还有一个石碑可以打卡 远处有一座灯塔 找到了拉面馆的位置 就在我正对面 从这里穿过去 这周围全都是餐馆 我选择了一家经典的兰州牛肉面 哇 你竟然会说中文 这儿的随便一碗清汤牛肉面是 八万越南炖 八三二十四块人民币 我选择最经典的清汤牛肉面 再吃一个土豆丝也是八万 就是十六万五十块人民币 你是越南人 老板是中国 中国进口的 给我炒出来中国味 怪不得 食材给我准备好了 太棒了 这还有云南的酸菜呢 云南酸菜调料中国 尝一尝我的十六万的大餐 五十块钱的面和土豆丝 这儿的酱油是本地的醋竟然是山西的 加一点 顺便尝尝大蒜 还是算了吧 先吃拉面 这个肉片就比较多 有六下 面拉的比较粗 因为这边的拉面就这么一家呀 第二家根本找不到 先尝尝吧 味道像是手擀面 特别的淡啊 吃起来确实有一股家乡的味道 不过与正宗的兰州牛肉面比起来 味道还是差了那么一些 毕竟这边的调料都是进口的 牛肉面在兰州是八块钱一碗 出国之后毕竟是国际品牌啊 翻了三倍 三八二十四 雾以稀为贵 整个餐厅是我一个人吃面 吃完拉面到海滩上散步 哇 这个冲浪的感觉 非常棒 很多旅游大巴车 也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还有韩国的大巴车 中国 是吗 哇 这么巧啊 终于碰到中国的旅游团队 来这边了 这么好的地方啊 这个浪太大了 最好离石头边上远点 哇 崩了太远了 这里很危险 要离开这 在停车场打亮摩迪去温泉度假村 附近的摩托很多 车来了 很迅速 OK OK 给三万 不用找了 OK 顺利的到达了温泉这里 进去泡澡 对面就是售票处 看看这的门票是多少 这的泥浆率项目是35万一个人 人越多越便宜 6到10个人 平均每个人26万 我一个人要花100块 给他一张50的 一个人 对 一个人 他会说中文的原来 是在这拿吗 拿东西吗 没有拿 对 哦 毛巾 再来一个锁柜子的 好的 503 是 锁头把柜子锁好 钥匙挂在手上 换好了 不笑 现在就到泥浆域的时候了 他们有的几个人一起碰我的话 价格就便宜了 我一个人 所以价格贵 给我找了一个好地方 现在这就是泥浆了 等放满水我再进去吧 我现在就进了 我现在就进了 人家说 我现在就进 我还真有点 这个泥巴 也太热了 滚烫滚烫的 来这泡澡的人挺多的 你们都是洗清水澡 要么淋月 洗海水澡 就我泡在泥巴里面 浑身上下 都是泥浆啊 据说这是中草药的 一次最多能泡20分钟啊 泡了20分钟 出泥浆 这里太凉爽了 还有人在这冲瀑布 这个妹子最漂亮了 在路边喝7块5一个的椰子 就可以躺在这个吊床上 周围的摩地挺多 打辆车走 给 旁家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三公里三万 不用找了 终于碰上咱们国内的旅游团了 这需要买张票 三万越南盾 就是9块人民币 一张 给我一个卡片 中间有一个特别陡的台阶 这里是上不去的 只能从旁边绕 上来之后 看一下 湛泊塔 一共有三座 湛泊是古老的一个国家 最小的塔 高度也就几米啊 中间这个高度十几米 最高的有几十米 想要进到这个塔里面 必须要光着脚 脱了鞋才能进市 鞋子都放门口了 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到了这里啊 在这里许愿 希望我的粉丝数 今年冲破一百万 家人们粉丝朋友们 心想市场好运连连 年年发财 在塔底下 随便喝杯可乐 是一万五千越南炖 约人民币四块五 在这河中间 有一个房子 不知道怎么建上去的 在门口打了一辆摩敌 要一万八 苹果六 手机现在还能用 给你两万 不用找了 来到了一个长途汽车站 很多人说 让我坐大巴车 我进去看看车次 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这边只有这种普通的 卧铺 33个座位的 想要坐豪华的大巴士 去胡志明啊 比去汽车的南站 我再去南站看看 也不知道这个大喇叭说的什么 一句都听不懂 在街边找了一家餐厅 去吃饭 这停了好多的摩托车 这边的菜单虽然看不懂 但是有专门的中文版的 这我就看懂了 这的铁板牛肉 10万 也就是30块钱 足够了 看一下我在牙庄吃的 9万的大餐啊 有这个法式面包 小菜 重点是这个 铁板牛肉啊 这么大块牛肉里面加了蛋 还有肉丸子 比较划算 东南亚这边的消费啊 确实挺低的 好吃 在手机上搜到 牙庄往返胡志明的大巴车 有单人舱 48万 看这个图片 电视空调 WiFi 皮质的 唐野 一米八的舒展多 就是不知道售票处在哪 一会儿再问问 吃完饭下楼 餐厅的对面正好 有一家网吧 那边的角落里吧 一个小时八千 我给他一万六 上边上边 别人都可以上这个游戏啊 我只能看动漫 我只能看动漫 这个动漫也是儿时的记忆 鸟鸣山老爷爷去世了 坐在这上网还挺尴尬的 因为语言不通字幕我也看不懂啊 游戏罩号都不上 不过这是上网挺便宜的 2块1小时 beaucoup 天啊 街兽